好,那在我們左右兩邊的紅樹林的植物呢 樹幹,左邊小白路絲 左邊兩邊的紅樹林的植物 樹幹呢,形成了一個像水性,像氧性 形成了這個綠色水道 那在林的正前方,你會看到呢 寫著這個離金局 離金局呢,它實際坐落的位置 是在前方約七、八百公尺處 那是清朝的時候呢 在這邊所設的一個海關 因為清朝的時候呢 有竹筏從這邊經過 那會在船上載運的這個貨物 那會根據貨物上的這個經濟價值 來收取這個貨物稅 那旁邊呢,這個藍色的水閘門過去 它是日治時候的安順岩廠 那安順岩廠,它是利用這個底下的這個海水 進到裡面去散岩的 那在民國呢,93年 台灣現在已經停止製岩了 現在岩呢,大部分都由澳洲直接來進口 那現在呢,台江國家公園就把它開闢為市場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台南市呢,它有兩個國際級的濕地 各位朋友你們所在的地方呢,是四草湖濕地 那另外的濕地呢,是在這個增圍溪口 黑面疲路保護區 那保護著濕地生態 那還有一些後鳥生態喔 好,左右兩邊,投手說進來 那前方有很漂亮的景深,全隧道 那它是專業攝影師,廣告商 最喜歡取景的角度 那前方很景深喔,非常漂亮 好,來,各位朋友 我們船長呢,對各位不錯 那錢包你會看到呢 景深它是 像雲家南國家風景處 它裡面的網頁首頁也是從這邊取景的喔 那香港的雙城巴士 它的叮叮車車聲廣告 也是來到這邊取景所拍攝的 加上今天呢,這個陽光非常漂亮 從樹梢金呢,灑落下來 它的光影之美,暴影之美喔 那也是最漂亮的 好,來,在您的右手邊 你會看到呢,一整排呢 黑色的樹幹的紅樹林的第四種植物 它叫做藍梨 那簡單的來,藍梨 藍梨呢,它的葉子呢 小而翠綠喔,葉子是最耐嚴 那葉子如果吸收了過多的鹽呢 它就會變黃喔,就會脫落下來了 藍梨它的葉子呢 很像這個烏魚子的形狀喔 來,右側投低 來,右側投低喔 右側投低 右側喔,右側喔 右側喔,頭低喔 右側都不用頭說進來喔 跟左側都不用,你們好 導致招呼了,你們好 來,右側投低喔 右側喔,小心住喔 右側投低了,右側投低 左側都不用小心喔 左側喔 左邊,小白路斯喔 他不會游泳 他只會在潛水中走來走去 來抓魚喔 你看螃蟹它過來喔 好,那我們現在呢 來右側稍微小心速 左邊的朋友往左邊看 右邊的往右邊看 來找尋一下招草蟹 還是大螃蟹 那你会看到 这个地洞 如果特别大的 像右边 你看这个地洞特别大的 它不是蛇洞 也不是老鼠洞 它是陆穴中体型最大的 胸肺圆着穴 它有它的夹 胸肺圆着穴是夜行性的 在夜间的时候 下大雨过后容易出现 或是防止剂 容易出现的 右侧小心速 右侧 右边 现在是胸肺圆着穴 因为现在已经快过 右边 右边 你看到这个地洞 地洞有多大 大螃蟹就有多大 胸肺圆着穴 因为它的盘子 已经快结束了 所以有些要有机会就可以看得到它 好 右侧头低了 好 那各位没有绿色隧道呢 它另外的名字呢 它叫做赶潮钩 那赶潮钩的意思呢 这时候有多高呢 看到我们左手边 左手边 这个腹吸根长多高 退潮的时候就有多高哦 脏潮的时候就有多高 如果退潮的时候 从黑色下半部位 是它退潮的一个高度 退潮的一个高度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经过这个绿色隧道 我们现在经过这个水道 它是属于这个火水啦 那这边的火水 因为这边呢 这海水啊 是来自台湾海峡 从台湾海峡流进来 流到内海哦 来 跟我们左侧的朋友挥挥手 左侧的朋友你们好 左侧的朋友你们好 右侧的朋友你们好 如果各位朋友 如果有机会 你们看到我们水底里面哦 也有常见到的 这边的鱼哦 我们这边常见到的鱼呢 豆仔鱼啦 蚝蛙鱼 还有海南市最有名的 石木鱼哦 你都可以在 在我们 绿色隧道里面哦 水底里面发现到它 好 那大家看到左手边哦 来 左手边哦 看招潮蟹 因为现在已经三点多的 应该还没有回家了 有些还在外面玩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招潮蟹 红白色的 这颜色的 它叫做网纹招潮蟹 像这一只就是 鱼生的招潮蟹 招潮蟹呢 它是会用它的小熬来觅食 它的食物呢 就是泥土里面哦 这个有机质 它会吃了这个泥土之后 把不必要的泥土呢 凸出来哦 成了圆形状 那如果你看到呢 招潮蟹如果是它的手是一边小一边大熬的 是男生的招潮蟹 那男生的招潮蟹 它的大熬有些是长在左手边 有些是长在右手边哦 像左手边这两只就是男生的 两边这个 两边这个 男生的招潮蟹 沙巴上面这一只 如果你看到 折痕你一向手蟹 折痕你一向手蟹 灰黑色的 全身灰黑色的是台湾的后蟹 台湾的后蟹 那招潮蟹呢 外国人呢 又把它称为这个泥潭地上的提琴手 因为招潮蟹有时候呢 它会取取它的大熬 跟你招招手 又很像在拉着小提琴一样 所以外国人呢 又把它称为提琴手 好 来 各边我看一下 来 左边我看一下 那个大螃蟹 好 它现在已经 可能已经回家了啦 它本来就是在这个位置 左边这边 好 各边我能看到您的正前方 正前方 你会看到一个 来 右边 又一只小白鹿丝 右边 在绿色隧道常见到的 小白鹿丝呢 它是繁殖季的时候 是在春天跟夏天的时候 它头顶的 头顶呢 上方会长出一个湿雨 过了这个像现在 秋天已经快到了 它的湿雨呢 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那看到正前方呢 你会看到一个闽南市 传统庙仪的建筑 还有着双龙拜塔的格局 四朝大宗庙 四朝大宗庙主寺神 是正好元帅 它是台湾人 清朝的时候 因为平乱这个朱衣贵 没有世界有功 现在成了台江的守护神 来看到左手边 你会看到的 这个 黄小鹿 来右手边 应该是它的小鹿 右手边 它是鹿鸟鸟类 最小 右前方 右前方 对 这个树 叶子后面 有一个黄小鹿 那个夜路 暗公价 台湾西 它现在都躲在树底下 因为它在那边休息 等一下开始要工作了 傍晚的时候要工作 来左手边 看一下赵草仙 对 对 现在都靠近了 左手边 左手边 左手边好多的 那个 赵草仙 左手边这个海保遺址 这个海保遺址是1627年 由荷兰人 在这边所带的 我们做了军事的雕坊 有三层楼高 那在1656年的时候呢 一场大水呢 海保 整个被重回了 对 好 那绿色隧道呢 它生长了 红树林 它生长的地方了 是在这个乐带 雅乐带地区 尤其呢 在这个河海口 朝鲜带的地方 容易看得到它的踪迹 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呢 一定是 有 河水跟海水的地方 它才能生长得出来 好 那看到您的 右手边 这一棵植物 台湾海铜 台湾海铜 它的果实 红核色的 具有香气哦 好 在您的右前方 你会看到的 绿珊瑚 这个绿珊瑚呢 请各位朋友 你也不要去拉它 捧它 因为它的姿意 白色的哦 有毒性哦 早期呢 还没有钻墙的时候 利用它呢 作为城墙的这个竹篱巴 来防御敌人使用的 有人呢 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来到绿色隧道 我要欣赏红树林 那怎么看到的 都是绿色的植物 其实呢 红树林是来自于它的名称 红树科 因为它的树皮呢 经过氧化之后 可以提炼这个丹铃 来做红色的染料 所以总称是红树科 那在您的右手边 你会看到这里有树白色的建筑物 这树建筑物 它是抹香精的陈列馆 陈列馆里面呢 有一对拇指抹香精 它的骨牌标本在里面 是全台湾呢 保存最完整的抹香精哦 你可以下船之后 评票跟进到里面 进去观赏 好 船接近码头了 行程即将结束了 最后呢 借用各位朋友 遇到满西档 做坐